5月18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在出席第九届香港大学生外交之友夏令营启动里至此时表示,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其原因在于美方极限施压,漫天要价,出尔反尔,但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 近日,美方既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后,又扬言将启动对剩余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的相关程序,全然不顾中美11轮经贸磋商的成果。 谢峰指出,美国采取的贸易霸凌主义的做法违背世界发展潮流。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原因在于美方极限施压,漫天要价,出尔反尔,肆意采取贸易霸凌主义行径。 美国的做法损人害己,而且违背世界发展潮流,违背国际社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主流共识,失道寡注。 谢峰重申,中方采取的措施完全是针对美方无理行径的反制,既是为了捍卫自身合法正当权益, 也是为了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同时,谢峰强调,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挡不住中国发展的脚步。 我们的信心和底气来自于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措施,扎实落地,成效显著。 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决心,坚如磐石。 谢峰指出,贸易争端没有出路,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我们希望美方改选一则,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同中方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